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西班牙动画短片《烟雾魔法师》 宁静的郊区有一个小镇 一个年轻的魔法师骑着车去到小镇上 他在广场上摆了一个表演舞台 但出人意料的是广场异常冷清 周围只有一个卖鱼的屠夫和一个削土豆的老太太 魔法师放着音乐吸引顾客 老太太一听到音乐就抬起了头 拄着拐杖迈着他那并不敏捷的步伐走向舞台 魔法师一看游戏 立马用魔法变出一束花讨好老人 结果老人只是来关掉音乐的 受此挫折的魔法师 立马又换了一首更欢快的歌曲 但还是一个观众都没有 他只好用魔法烟雾来了一场一个人的狂欢 这时广场上来了一个小孩 魔法师一看立马想到一招 他用魔法将小孩的木棍变成一架玩具飞机 屠夫看到后示意魔法师帮他把狗变状 魔法师果然如他所愿 于是魔法师得到了来到镇上的第一笔收入 削土豆的老太太看见了 也上前来示意魔法师帮自己变一块新布出来 魔法师直接给他换了一个造型 虽然这个装扮可能不太适合老太太 但众人看到后都很惊奇 越来越多的人来请求魔法师帮忙 只要经过魔法师烟雾的东西 全都可以焕然一新 魔法师挣的钱也越来越多 广场上的动静引起了镇长的注意 这时小孩被狗不小心撞了一下 魔法师变得玩具飞机掉进了水盆里 天空也开始乌云密布 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魔法师惊慌失措地关掉音乐 打包收拾准备走人 小孩拿着变回原样的树枝来质问他 众人开始质疑魔法师 然而魔法师只换了一个玩具 便又解除了信任危机 这时镇长拿着一个超大号的钻石权杖走出来 众人簇拥着魔法师去到镇长面前 魔法师一看这么大的钻石 立马眼前一亮 他用拐杖变了一个巨大的镇长雕像 然后便悄悄地离开了小镇 身后的小镇百姓还为他的离去不舍 统统为他做出的贡献而感谢着 这时大雨倾盆而下 魔法师怀揣着钻石扬长而去 同时他也在雨中献出了原形 原来魔法师只是一个会魔术的老头子 他的魔法遇水之后便会恢复原样 此时身后的镇子正在发生什么 也已经与他无关 动漫以轻松诽谐的手法 向我们揭示了一些人性 既充满奇幻色彩又不失真理 好了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